一场3比1的科长胜利,让本赛季的升法马北京人和,在几分榜上的位置,跃升至第6的位置,虽然距离深前的江苏省苏宁仍有6分的差距, 但这对于上赛季一直处于中下游的北京人和来说,着实不易,毕竟在主场凌峰北京国安之前,他们已经连续五轮不胜,甚至一度到了保级区的边缘,然而,一场两连胜让北京人和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尤其是主场凌峰积分榜领头羊,同城对手北京国安,也让他们再度成为球迷和媒体关注的对象。 众所周知,北京人和在赛季冲超成功之后,并不被大家看好,尤其是在2015赛季降级,离开贵州来到北京之后,他们接连的更改球队所在地的做法,也保守球迷们的诟定。 甚至来到北京之后,他们主场的球迷,也非常有限,因为在大部分球迷们眼中,北京人和只是一个流浪者,但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只有了两个赛季,北京人和就再度回到了中超赛场。 虽然无论是内人还是外援配置方面都比较平民的他们,让人不是被看好的一方,甚至还有球迷表示,即便是冲超,北京人和也是中超一轮游。 然而再度进入中超之后,这只2018赛季的升班马,却屡次踢出让球迷们震撼的比赛,联赛第二轮2比1击败天津全界,第11轮2比0击败广州恒大,3-0从北京国安,再加上昨天3比1完败上海申花。 可以说这只升班马球队,在屡次对阵传统强队的比赛中军不占下风,甚至成了中超强队克星。 而到底是什么让这只升班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超强的战术执行能力。 众所周知,在比赛中北京人和一贯的战术打法,就是防守反击战术,在全队做好防守的同时,利用前场2-3个速度型外援,进行快速反击的打法。 而这套战术需要球员们有非常好的战术执行能力,以及内外援的清晰分工,及外援主要负责进攻,而本土球员则仅仅只需要做好防守。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战术打法,让北京人和拥有了毅力中超的基础,尤其是面对擅长进攻的强队。 北京人和更是得心应手,毕竟在守住对方进攻的背景下,北京人和只需要发挥比奥土、穆侃乔和马西卡的速度优势,进行快速反击即可。 而大部分以本土球员为后防线的球队,面对这三人的冲击下,很难能够保证不丢球,而这也是为何北京人和总是能够出乎意料击败强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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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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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